没有人防 出去防阿联对 郭爱伦抢了一个前者篮板 在担当掩护 推反机 这是郭爱伦的特点 好球 完全空位 机会 两次势头三分球都没有中 一个三分 有篮板 球权还控制在中国的手里 实际上这个 你先看这球 快出来 今天的远距离的投射并不好 对 看来还是需要再多试一试 就不能收进去了 对 阿联的突破速度 他完全跟不上 这边的弹球 今天第一节新西兰队的失误不少 我终于得怀疑一个失误 对 可能是我自己的印象 但是我确实觉得不是 对 因为他开场呢 联丢了好几个 对 直接抛头 对 前面加的不错 那么是一个U3U 大个防盗上线的U3U 这样利用两个一侧 其实机会更好 不过周鹏这边就是 哎 看这球 拐轮机会 完全的空位 是 又两个连续两个前车篮板 这不错 是 有拼劲有斗志 看出来再组织一个 阿联 围一下 投开了他开场的这种 放中国大个在外线投篮的这个策略 已经失败了 牛角之后 看中国队 阿联直接抛头 又一前场篮板 对 哎 前场篮板保证的真不错 对 所以刚才那球应该回传给阿联 因为阿联手正顺 左撤一步 再进一个 漂亮第三个了 是 七中三 或者有可能是第一节减了一分 啊 对 第一次可能是第一个球 那个球 没错 有可能是那个球 他传出来 还是打牛角 韩子军这边 可能自己来 分边角 但机会并不好 阿联 这顺了 顺了 顺了 争招阿联归队的 希望看到的目的 对 这边 是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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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六号 进行方推 是 新兰队是堵了个正位 赛前应该有很针对性 有针对性的布置 针对新兰这个拼场的特点 接球很困难现在对后卫的点封得很死 阿联自己攻一对一对普莱格 南下哎呦好奇啊 最后怪轮 速度上呢是他们的优势 固一圈没机会 后头 最短机怪轮速速怪分边给里根 漂亮在这一期是中国队特别应该打出来的东西 这一棍子能打死这个 你看这球马上追一三分球 对他发挥了空间呢 要注意这球要小心啊 赶紧过现场 注意时间还好 所以就是咱前面说要小心 直接断球成功 紫维伯斯托在领土脚 来反球收下来 再看反击二打一 这反击要上球啊 哎呦这球 就罗女龙那是空的 空完全空位啊 可以传球啊 对 这边放上还算不错 打吃打吃 图外人知道这球又要丢 又是一争球 可能这种反击打得比较顺 在这种时候呢 你可能就要去分享一个机会 是 做一个这个场上的指挥官 注意时间 对 对方退手确实很快 新西兰队身体对方 表现确实出色 而且这意识也确实主动 哎 对 对 不管是前场还是后场 判断落点 都是可以 分出来 里根 好球啊 写了燃眉之急 就是他们俩 而且提前一定得有预判 对 包括轮转换位 必须积极 这就把阿联推到远离他的 舒服的区域 一步 过去造犯规 对 对 现在是缠斗 时间比较早 注意这球 还好没失误 就打得好紧啊 对 对方防御非常凶 对 传接球一定要去 这球一技术犯规 连续出问题 嗯 一号拿出 换一轮 拿出 大航 大航 商业户 这里阿联 民众 游客 游客 两个点活运过来 嗯 学的这个 活灵活现的 是 这个突然又有夹击 又有失误啊 这是一连块 就是你说杜芳刚才布置的 对 怎么来摆脱对方这种帮手 没布置吗 好 一定会 好 险些失误 现在感觉过前场都很困难 对 阿联 呼吸拿球 再给郭艾伦 漂亮 好球 这一球打的是够数秒 对 给对手 一粒 五盾四 没有九分 有一个失误 有一个失误 出过分球 完全的阻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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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联尝试三分投射 也没劲了 对 先吹了小锅的犯规 外轮 外轮 整球球 球鞋转换 中国队球 全球 不回宫了 嗯 是 郭艾伦 这是 九分的差距 最后是中国队在出场 是比较遗憾的输掉这场比赛 对 好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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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